那我现在要来讲的呢 就是宁波话数数 那么首先我们把一到十来看一下 宁波话是怎么说的 首先一的话 宁波话跟普通话其实发音是差不多 但是宁波话这个发音会相对急促一点 是发成 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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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二呢 在宁波话里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 泥 就是上面这个 下面一个是 凉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 泥呢 它一般是用作是叙述词 就是一般是 滴几滴几 就是类似英语里的first second 这样子 是用泥 那凉呢 就是 可以做基数词 就是说有几个东西 问你一下 你 你就可以 说有 有两个 就是 这就是 梁子 呃 我再来发一下 二就是 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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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凉 凉 凉 那么三呢 也跟普通话差不多 但还是有点点区别 三是 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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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跟普通话差不多 泥就是 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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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五呢 有点类似 一个鼻音 就是 不需要把 没有 W那个 反应 就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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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呢 是 了 了 了 七发的是 且 且 且 那八发的是 吧 八 八 九发的是 举 举 举 那十发的是 丝 丝 丝 好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关注一下 我们可以 扫码加入 我们的语言社群 或者是 关注一下旁边两个公众号 那 谢谢大家 这位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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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